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卓尼县有一座古寺,名为禅定寺 在出发之前,一找起来就先前往寺庙 禅定寺建在卓尼县城的平台上 开车上去,五六分钟就可以到达 嗨各位,我们现在来到了卓尼县的禅定寺 禅定寺是整个甘南安多藏区国家的发小地之一 时间于1925年,已有700年的里是最古老的一个特别 用无人机飞到高处,寺庙被群山环绕 平台之下就是整个卓尼县城 远处的山已长在雾中,颇有神秘的意韵 禅定寺不是很大,入寺就是金顶红墙的五状佛殿 里面收藏了很多佛教经文 中间白墙的小院是僧社和学生宿舍 后面是三大学院,是僧人授课学习的地方 禅定寺的整个建筑风格是汉藏结合的一种风格 然后它整个的建筑有汴京寺,密宗学院,很多喇嘛高僧都在这里学习 然后整个寺庙,整个建筑还有好多僧人在这里居住 然后呢,这个禅定寺还藏有三棵高僧的舍利 不过当然我们也看不到啊,整体来说是在卓尼地区 或者说在整个安多藏区是比较重要的一所寺庙 早上的寺庙比较清静,几乎没有什么人参观 就在寺庙里多待了一会儿 可惜没有悟出什么大智慧 参观完寺庙已是中午,简单吃了午饭,继续前行 卓尼池碟部全程233公里,需要5个小时 离开卓尼,伴随着桃河前行 桃河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一条滞流 作为一个农业大伙,古时候桃河是我活护文明的发源地 马家瑶的彩桃文化就在桃河流域,喜园,发祥 沿河而去,久住存村 所以在去叠湖县的路上,一路山野村庄都是冬天美景 经过桃沿之乡,进米县走国道211,20分钟后进入沈道210,地势在这里起了变化,路修在崖口之间,山里的天气也起了变化,天音的更厉害 不过阴天的云层更厚,穿行在山间,更加的苍茫震撼 现在我要换个音乐,因为从地图上看,接下来我们要攀爬一段盘山路 此处被称为铁齿梁的27道馆 沿山而上,山雾建计 在这山雾的盘山路上行车,是不是比过山车还刺激 实际上,山路非常的好走,路修得也非常的漂亮 所以,咱们国家的基建,必须是世界第一 在这云雾里拐来拐去,终于到了铁齿梁的观景台 在这个观景台上,举目远望,道路如齿一般,丈量着青山 这也是铁齿梁的由来 此时已是下午5点,温度降了下来,山间瞬间起了大雾 让人想起《激情旅》这部电影 离开铁齿梁,距离跌不限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下山的路景色更为粗色,山石耸立绿树成林 但天也渐渐暗了下来 行车至辣子口,当年红坠长征经过的地方 太阳已完全落山 唉,只怪山色太美,路上又低得太多 所以,我又开了一段夜空,晚上8点到达跌步县城 结束了第二天的行程 叶树跌步,明日我们将前往爸爸去哪儿选中的神秘山村 扎法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